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家家真的有很多东西坏 今天坏是这样 明天坏是那样 如果自己不学习比较做 叫人来做 每样都是钱 今天就换笼头 换笼头就换笼头 换笼头就换笼头 但是这次有点棘手 他想换笼头 换笼头的笼头 水位不适合笼头 唯有刷笼头 换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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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浴室的笼头 两条猴的孔中是六寸 现在两条猴 雙距只有4吋 所以要改幅一點 改兩條喉雙距6吋 裝上兩個龍頭 完成就可以裝上去 原本的兩個喉碼都不適用 先拆掉 喉又不適用 拆出來 挖一挖它 這個龍頭座只有2個洞 為什麼我喜歡用2個洞的龍頭座 因為如果用到3個洞位這麼密 其實那些石屎 因為近我的頭 這麼小的地方 給你轉3個洞 其實連石屎也轉爛了 不過有人喜歡用3個洞 但我自己喜歡用2個洞 3個洞2個洞 個人喜好 忘了帶小鎚 硬要用大力鉗 裝上去 有時帶漏工具 就要自己想辦法 難道沒有小鎚不做嗎 有時真的不夠 找牙牙都要 放2個甲汁 就切平 不然 不然 就收進去 就會凸起了 有洞就補洞 不然 翌日洗澡 那些水 就從洞裡 進去瓷磚底 看是願意捧場 深下去 這幾顆螺絲 最重要是用不鏽鋼螺絲 不要省 不要用鋼螺絲 如果用鋼螺絲 如果用鋼螺絲 就是蟑螂一年半載 就會生小瘦 遲些就會全門 喉也砌了 上高用大力鉗 定住 下面就可以用鋼咀 收回食 這隻就是收腩 收腩 不需要燒焊 方便少少 插一條蛋公 現在要屈一屈 本來兩條喉 相隔四吋 現在要屈過少少 要等它相隔六吋 大約六吋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準 因為一會兒收到枝子 都可以有位置走 在旁邊的龍頭座 就放上旁邊的龍頭座 鑽孔 現在這隻是玻璃鑽咀 玻璃鑽咀是尖尖的 不想鑽爆瓷磚 分兩次鑽 第一次鑽是鑽鑽咀 鑽完之後就換一支石屎鑽咀 這隻白瓷磚是特別容易爛的 所以鑽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 拔一條蛋公出來 就可以量一條喉幾長 也是用鑽鑽咀斷 為什麼用鑽鑽來鑽呢 因為鑽鑽不下後鑽 因為鑽鑽不下後鑽 這隻鑽鑽就危險一點 不過 想做事危險一點也要做 怎樣才能吃 這麼好 這隻有些鑽鑽的鑽鑽 是用鑽鑽而 testosterone 鑽鑽的鑽鑽 既然把鑽鑽鑽鑽 它是用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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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鞋子回來了,現在用鞋子打 鞋子打,你又不可以打那顆鞋子下去 我怕會打爛一塊瓦 所以打到尾的時候,就用一支鞋子頂一頂 這樣就可以打到脫腸了 一會打爛一塊瓷磚,真是惡搞 下星期,又收回兩顆不瘦鋼螺絲下去 這隻好像叫做串耳百號不瘦鋼螺絲 用力鉗卡住上面,下面可以用鋼鎚來收拾它 用力鉗卡住上面,下面可以用鋼鎚收拾它 先把它放鬆 如果玻璃膠捏得不好,就用割刀 撿一撿 撿一撿 這個就是那個鞋子 鞋子一邊是四分,一邊是六分 包時點膠捏,然後收拾下去 收拾下去,就令到差不多 它的距離是會變的 向左右就寬一點,或者窄一點 上下就較高矮 如果那兩個龍頭左,不是絕對六吋的 這個鞋子一邊可以適合高矮和左右 說我就不會說,做到就真的知道 做到你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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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就可以噴到高矮左右 撿兩塊鋼鞦圈下去 收拾那兩個鞋子之後 就可以收拾龍頭那兩顆碧帽 那兩顆碧帽 不想弄回去,畢竟是新龍頭 用一塊膠袋,或者用這個什麼袋子 不知什麼袋子,墊一墊 領完那兩顆碧帽,沒有花光 不太開心,畢竟是新龍頭 試試有沒有漏水 沒有漏水就可以了 給我近鏡看看,看看是否帥不帥 差不多吧 屋邨的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幫忙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還有按一下右手下的訂閱鍵 按一下訂閱的朋友,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這樣就會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再出片的了